去年初做了一期关于老虎的新年特辑 结果今年我把这事给忘了 还好有个粉丝提醒了一下 这才有了这期视频 今年是兔年 兔子这动物 现在看来可能是兔兔好可爱 兔兔毛茸茸 还有麻辣兔头 千蕉兔火锅兔 烤拳兔粉针兔等等 但在古时候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它都不太讨巧 因为这玩意儿不亲近人 到处打洞 糟蹋 庄稼 跑得快 不好歹 还贼能生 所以中国有狡兔三窟 守株带兔这些 然后在西方的文化中 兔子通常也都是一种肮脏 狡猾和多产的动物 出于这些原因 艺术史上关于兔子的作品真的很少 并且一般都只能以配角身份出场 但是还真就有那么一幅非常有名的 以兔子为主角的水彩画 它就是阿尔布雷西特丢勒 1502年的作品 野兔 15世纪晚期 意大利已经进入到了文艺复兴火力全开的时期 前人们花了好几百年种下的树苗 终于在这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开花结果 透视学 解剖学 建筑学 还有文学 艺术等方面都产出了非常多实质性的成就 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 艺术是不分高低的 但在那个时代 当文艺复兴的影响逐渐翻越阿尔卑斯山 来到保守的北方时 当那些已经遗失千年的古典美 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时 其自然生动和谐静默的面貌 也难免会让当地的艺术家们产生某些莫名的自卑感 丢勒就出生于那样一个时代 那样一个地区 1471年的纽伦堡 当时隶属神圣罗马帝国 如今隶属德国 好在他在出生前就仔细地点好了自己的天赋数 丢勒的父亲是一名金将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基本也能达到小康 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的雕刻术 倒是对他后来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丢勒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地去创作自画像的艺术家 13岁用纯粹线条表达出来的结构感已经非常惊人了 这天赋必加索看了 估计都得汗颜 但还有更加离谱的 因为这并不是一幅铅笔画 而是一幅银针笔画 橡皮无法擦除 通过纯银笔间传递到画纸上的金属氧化层 所以银针笔落笔无悔 也就是说这幅自画像是一气呵成 没有经过任何修改和调整的 丢勒显然也非常满意自己的才华 多年之后当他回看这件作品时忍不住在右上方自豪的提字 这是我在1484年照着镜子中的自己完成的作品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22岁身着丝滑的橄榄绿绸缎长袍 时髦的红色流苏帽下是一头披肩的金发和一对忧郁的眼眸 在画面的右下角那双修长骨感的手上 捏着一处象征着忠贞爱情的刺情 这是十年刚刚学徒欺满 正在当流动工匠的丢勒 画给自己未婚妻的信物 他那时候并没有见过这个姓傅雷的女孩 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同气商人 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包办婚姻是很常见的 画面中丢勒头顶的正上方日期1493的旁边 还附加了一小段话 我的命运将会沿着上天注定的道路前行 字里行间似乎透露着一些无奈和不悦 果然结婚后没几个月丢了就以躲避瘟疫为借口 一个人跑去了意大利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并不常提及妻子 两人也终生无后 26岁从意大利归来亦有一段时日 若惯少年内略带懵懂和青涩的眼神 也变得笃定和稳重了起来 更加内敛但依旧质感十足的衣物 也更加契合丢勒欲见高涨的名气 说实话这件带麻绳的长袍 哪位设计师赶紧抄一抄把 真的太好看了 丢勒的身后是古典建筑的拱形窗户 与幽远和絮的湖光山色 窗户的下方如同刻在画中那堵墙上一般 也有一段梯字 1498我画下了自己 那时候我26岁 阿尔布雷西特丢勒 从语句的时态来看 应该也是后来加上去的 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个丢勒 为自己设计的logo 由他名字的首字母A和D组成 有种建筑的稳定感 尤其神似后来日本那些神社的大门 这个logo就相当于防伪标 他不仅将以各种有趣的形态出现在后续的作品当中 还帮助丢勒打赢过一场抄袭侵权的官司 28岁 丢勒已经是一位远近文明的大艺术家了 画面中的他穿着高贵的皮草 带着清澈且不容质疑的眼神 端庄地站在深邃的黑色背景前 在近千年的传承中 这种对称的大正面肖像姿态 都是宗教画里描绘耶稣的专属 丢勒毫不掩饰与避讳的 把自己化成了神 非常霸道 但他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尤其景仰发动宗教改革运动的马丁路德 旁边的四行题字 如同是烫印在那片黑色背景中的金箔一般 淡淡地写道 我来自纽伦堡的阿尔布雷西特 丢勒 以永恒的色彩描绘一下了28岁的自己 丢勒之所以能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功成名就 离不开一样关键的技法 板画 板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印刷术 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但一直都是以工具的角色存在 丢勒是历史上第一个意识到板画的艺术潜力 并将其发展为了一种主流艺术形式的艺术家 正是得益于印刷物的这种可复制性和高传播性 丢勒才得以快速累积起名气和财富 需要注意的是 丢勒在1495年 也就是24岁的时候就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所以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那些板画作品大概率并不是丢勒一个人完成的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 在那个时代艺术家必须要结婚之后 才能创立自己的工作室 而丢勒是在1494年结婚的 这小插曲里还有一个小八卦 丢勒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男性朋友 名叫皮尔克海默 都知道弗雷和丢勒之间没感情 但他尤其和这个皮尔克海默不对付 两人经常互喷 结合着之前提到的种种迹象 很多学者的思维就和在座的各位一样 飘向了同性恋和行婚 但目前这个说法还是缺乏了一些决定性的始料证据 OK 收 那么丢勒主要使用的版画类型有两种半 我们一个一个说 首先就是木刻版画 这是丢勒最早接触的一种版画形式 同时也是最反直觉的一种版画形式 之前沃霍尔那期视频里介绍过丝网印刷 我说它很基础没难度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颜料是顺着丝网刷下去的 所以所见即所得 但木刻版画就不一样了 它是翻印 印出来的画面和木板上的画面是镜像的 更难搞的是由于木刻版画是直接刷颜料 然后印刷 所以最终印出来的是木板上突出来的部分 换句话说 艺术家们需要在木板上创作并叼走的 其实是不需要印刷的部分 也就是这些白色的地方 是不是感觉像中了瓶子队长的逆斧一般 由于这些个特性再加上木材自身的限制 木刻版画很难表达出精妙的细节 这一点从康定斯基的浅长中就能看出来 整体线条非常粗广 细节也基本不存在 但丢乐却把木刻版画搞成了这样 先给大家三秒钟消化一下 参孙是圣经旧约里一个力大无穷的人 这幅画描绘的就是他手撕雄狮的名场面 人物卷曲的头发与胡须 拧紧的五官 飘逸的长袍 雄狮茂盛的毛发 紧绷的肌肉 还有背景里的城堡 大地和植被等等 都被极致充分的表达了出来 说实话这样的作品谁看了不迷糊啊 这幅参孙杀死雄狮的木雕版长这样 真的叹为观止 然后是铜板画 铜板画在原理上和木板画比较接近 用特制的金属刻针在铜板上雕刻出画面再翻印下来即可 所以铜板画也是镜像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金属比较光滑并且排斥液体 铜板画在翻印的时候是把油墨填充进那些雕刻出来的沟壑里的 所以最终印出来的是铜板上凹进去的部分 也就是这些黑色的地方 这一点倒是比木板画好上不少 金属的一致性和延展性都远高于木头 所以在画面细节的表达上也是直接拉高了一个次元 对贾超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们应该很熟悉这样的凹板印刷 青春偶像电影《无双》中小郭苦苦临摹的就是一幅丢了的铜板画 歧视死亡与恶魔 基于中世纪的金院哲学 丢了创作出了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三幅铜板画 画面中一位手握长枪的骑士正昂首挺胸地走在一片阴森的峡谷中 残垣和枯树之下是天启四骑士之一的死亡 他手握沙漏低于这生命的短暂 另外还有一只羊角猪头的恶魔虎视眈眈地跟在后面 但骄傲的骑士和他的战马却丝毫没有被周遭的丑恶所影响 依旧使命感十足地坚定指示着前方 中国著名的纪律委员孔子也曾说过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事 颠沛必于事 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当中 只要还吃一口饭就不能违背了仁义与道德 人要像骑士和君子一样立于天地之间 最后是石刻板化 这种方式丢勒并不常用 所以只算半个 石刻板化和铜板化在原理上非常接近 但是是通过酸性溶液对金属的腐蚀去制板的 先在金属板上烧制一层隔离层 丢了那时候通常用的都是蜡 然后再用针头笔在隔离层上做画 最后把整块金属板放进酸液中浸泡 那些被针笔刮掉了隔离层的部分就会被腐蚀出沟壑 形成图案 石刻画比铜板化更加易于操作一些 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第一酸液对于金属的腐蚀具有统一性 所以不容易表达出多变的线条 石刻板化的细节呈现其实是不如铜板化的 第二由于需要酸液浸泡 所以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并且画幅也没办法做到很大 后来的伦波朗倒是非常喜欢石刻这种媒介 用它创作了很多精彩的作品 1494年丢勒在翻越阿尔卑斯去往意大利的图中 用水彩记录下了大量沿途的自然风光和城市形态 中国人喜欢画风景 西洋人喜欢画人神 19世纪之前风景画在西洋艺术中都是非常边缘的存在 丢勒是第一个用如此系统和细致的方式去描绘纯风景的艺术家 1504年丢勒放弃真人模特 纯粹用圆规和三角尺的度量 配合上自己在意大利学习到的比例与透视关系 创作出了同版画亚当与夏娃 从高耸的希腊笔 到线长的希腊脚 还有内脸但浑厚的肌肉线条 丢勒是第一个用纯数学与几何的方式去理解和再现古典美学体系的艺术家 1515年葡萄牙人在外地逮到了一只印度西 并成功将其活着带回了里斯本 那时候的欧洲人包括他们的祖上18代都没有见过这种神奇的生物 于是葡萄牙国王就决定将它送给隔壁的意大利教皇当吉祥物 结果眼看着都到意大利领海了 一场海难直接让这只吉祥物沉入了地中海的怀抱 丢勒并没有亲眼见过犀牛 但却根据一些文字描述和一张极其潦草的图稿 用木刻版画创作出了这幅还原度极高的犀牛 1525年丢勒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他迅速用画笔记录下了梦里的场景 并附加了一段文字描述 我在梦中看到了一个景象 无数巨大的洪流从天而降 第一波水柱落在距离我大约四英里的地方 怒涛狂吼 震耳欲聋 大地在瞬间就被淹没了 丢勒是第一个用如此精确的方式记录下自己梦境的艺术家 除此之外 丢勒还出版过四本关于度量的书 四本关于人体比例的书 和一本关于城市防御工程的书 前二者直到今天都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 这样的贡献即便放眼整个文艺复兴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当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一切之后 再回过头去看那只兔子 其背后的意义也就变得明显了起来 它就那么静静地趴着 爪子又尖又长 毛茸茸的身体上布满了扶毛 耳朵警惕地向两边聆听着 在丢勒之前 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会用如此具有温度的方式 去描摹下一只随处可见的小动物 从那对有黑的红膜中映射出来的 似乎也不仅仅只是一扇工作室的窗户 还有丢了那灼灼如烈日般沸腾的好奇心 用画笔记录下自己最好的年华 进而创造出了一个改写历史的艺术品类 这是对于自我的好奇 看到版画中潜藏的新鲜活力 并将其发展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式 这是对于技法的好奇 既可以如歌赞神明那般虔诚地描绘下一种杂草 或是一只野兔 也可以转头就将亚当夏娃的身体 肢结成一套关于线断与几何的系统 这是对于自然规律的好奇 又或是一片大好的河山 一头神奇的犀牛 一场错愕的梦境也都是如此 阿尔贝斯挨挨的白雪上流着他的车子 莱茵河滔滔的浪花中印着他的倒影 安特卫普凝凝的小路上踩着他的脚印 泽兰省闻从漫天的海岸实地边 占着他孤寂的背影 那股伟大的好奇心始终驱使着丢了 亲尽全力地去探索自己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从青年到暮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56岁的年纪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并不算短 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恰好就是去泽兰省看鲸鱼的途中感染的恶性虐疾 据说那是一只因搁浅而死在岸边的鲸鱼 然而当丢勒听到消息火急火燎地掉转车头赶过去时 却什么也没看到 皮尔克海默一边咒骂着弗雷 一边为丢勒写下了一句流放千古的木之名 这座土丘之下埋葬的 仅仅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凡尘躯体 多年之前我们都曾是那个张口闭口 为什么的小屁孩 为什么蝴蝶喜欢花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 为什么杂草是翠绿的 为什么鸟儿能高飞 为什么兔子的耳朵那么长 而到了现在我们也都逐渐变成了一个 张口闭口为什么的成年人 为什么工作这么多 为什么房贷这么贵 为什么外卖这么难吃 为什么运气好的总是别人 为什么我的小孩总是在问一些奇怪的 为什么 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超人类自身和文明的发展速度时 就像是刘善骑上了赵叶玉狮子 摔到鼻青脸肿只会是必然 真的很难想象 50岁的丢了还能如孩童一般 跌跌撞撞奔向那只 可能从来就没有上过岸的金鱼 如此纯粹的好奇心和行动力 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达到 但我还是想鸡汤大家 这世界很糟 这世界也很美 所以下次当你面对着一栋漂亮的房子时 可以尝试不要去思考它到底值100万还是200万 而是静静的看看那粉红色的砖头 窗户边的天竹葵 还有屋顶上的白鸽 那些为什么并不奇怪 那些为什么都是这个世界的美好所在 就像是看到这只精壮的兔子 不要只想着烤拳兔和火锅兔 更不要只想着技法与表达 因为如此灵动的生物能够降生在这世间 本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了